今天呢我要来谈一谈耐力训练这件事情 其实呢我心中呢也没有什么这个草稿 我身上也没带着稿子 我就看看呢我能从我的嘴巴里面讲出什么样的话 有时候呢我自己都不晓得 关于耐力训练是这样子的 很多人看了我们这些体能教练的外形啊 就会说呢哎呀你们这些大个子啊 都是一些不练心肺的人 首先呢练心肺这两个字呢 这几个这三个字是挺有趣的 就像练心肺 那我们说我在练这个纤维 我在练淋巴 我在练这个汗线 我们都不会这样讲 其实训练就是训练 训练呢没有什么所谓的训练身上哪一个部位 我们只有你是高强度的这个训练 还是低强度耐力训练 还是中强度混合强度训练 那从这个大家所常称为这个耐力训练的 就长跑游泳骑车 这一些长距离耐力的这个项目呢 其实以我个人来说并不是完全没有经验 在过去还在当运动选手的年代呢 因为积极项目要长期控制体重 所以呢这个为了维持体重 为了维持相当低的体重 那其实呢长距离的跑步呢 其实是我们过去经常在做的事情 长距离的跑步它本身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呢凡是再好的东西都有它 时机不对或者是应用过度的这个状况 时机不对是什么呢 人在跑步的之前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检查 如果说你具备了高水准的激励的话 那其实跑步对你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训练 因为呢你的激励水准很高 你可以抵挡跑步 有可能带来低强度高反复消耗性的这种身体耗损 你的身体如果够强壮 可以抵抗这些耗损的话呢 那长跑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表现 因为毕竟让人持续运动好几个小时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而这对于心肺的刺激呢 也非常非常的有效益 但是呢我们反过来看 如果说一个人他还没有基础的激励 所以基础的激励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要这个具体要讲的话呢 实在不是很容易 什么叫做基础的激励 不过呢在我们带运动员的经验里面 我们大概会看一下你的贝敦局 如果胃达体重的1.5倍到2倍 这个范围的话呢 我们大概会觉得说基础激励不太够 要多下点功夫来做这个激励训练 那为什么是1.5到2倍呢 那基本上背后的这个科学的解释 有点复杂 我们试图在寻找这个激励 与这个强壮的这个表现的相关性里面 大概得到这样的范围 那为什么是个范围不是个精确的数字呢 在看说你面对的运动员他有身材大小 以及支段比例的这个差异 所以说呢讲了精准的数字啊 不是很容易 就连我们讲了1.5倍到2倍呢 也只能说它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参考值 尽量去达到就对了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他距离这个范围非常非常的远 比如说他的背蹲菌呢 现在蹲到不到体重的80%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担心一些事情 就是他发生这个下肢伤害的几率 可能比较高一些 几率问题啦 不是百分之百啦 几率的这个高低呢 跟事实的发生呢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们仍然要担忧这个几率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 他的体重 相对于他下肢肌力来说 他的体重是很重的 就我推动自身体重是很吃力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担心说 那你既然推动自身体重都这么吃力了 那你用了这个高反复 大量重复性的不断的一步一步推自己的体重 那会不会受到伤害呢 那根据经验 其实呢 肌力不足的人跑量如果大的话 很多的下肢伤害 这种慢性伤害 挥之不去的小疼痛 都会找上门来 那累积的够多的话呢 就会变成了比较明显的伤害 我常常在讲说呢 不足的肌力 不佳的动作 再配合恒心和毅力 那你的这个运动伤害 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只要你够努力 应该都可以得得到 那当然呢 我知道没有人想要得到这种结果 所以我说呢 应用时机对不对 一个人是否有足够的基础肌力 1.5倍体重的这个被蹲矩啊 真的不是什么高的要求 对于年轻的这个运动者来说 尤其是男生 对于年轻的男性来说呢 1.5倍被蹲矩的这个肌力啊 1.5倍自身体重的被蹲矩的肌力 它几乎是一个可能不到半年就有人可能可以做到的这个水准 尤其在体重不太重的人更快可以达到 所以它不是一个什么 你必须要这个从此以后改换你的项目了 然后呢去练一辈子的肌力之后才能回来慢慢跑的这个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你把它当成你的补强练习附加的训练 顶多就是牺牲一点你目前的总训练量 把它挪到重量训练来 几个月后可能就可以达得到 对于重量级大量级的运动员来说 他应该也可以在半年之后或是一年以后可以达得到 他不是一个太难的1.5倍体重的被蹲矩 真的不是一个太难的东西 如果说他对你来说很困难的话 可能你目前尝试的方法并不是最有效率的 那另外呢我们再讲到说这个长跑啊 它除了这个应用实际的问题 还有一个训练量的问题 凡事都有过度的时候 再好的东西都有过度的时候 某种这个食物它对人体很好 结果你大量的爆食它 仍然对你来说最终的效益呢 可能不大可能是负的 所以呢这个慢跑这种东西呢 也要看说喜欢慢跑的人 请问你是以这个你的 你有经过计算的最佳跑量 最佳跑量意思就是说 能够让你持续维持进步 又能够顺利的恢复 不带运动伤害 不产生运动伤害的这个最佳的训练量 还是你跑步的时候 是由当下的快感来决定 你打算跑多少量 这其实关系到你的跑步计划 是否可以让你长期成功 你会不会到最后呢 变成你必须要忍耐一些痛苦 然后呢来维持这些 这些这个跑量 让你一边忍耐痛苦 才能够享受你的这个运动的乐趣 我说这个痛苦如果是来自于坚持 来自于努力 来自于挑战极限 那OK 但这个痛苦如果来自于忍受伤害的话 那就不太OK了 我还记得以前在当运动员的时候呢 为了要控制体重啊 那曾经呢就是很规律的 要在这个阳明山上面呢 要跑啊这个八公里十公里的话 或者是要跑一两千个阶梯 那那时候呢 这个体重轻啊 然后呢而且训练量又很大 那所以呢这个就算是十公里的路程啊 大概四十五分钟以内 四十分钟四十五分钟以内就跑回来 那但是呢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当时是为了要控制体重 所以那个跑量啊 不是由我们来决定说 OK我觉得我现在目前这个量呢 差不多在我再超过呢 我的身体就要开始不堪负荷了 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跑量呢 其实增加的很大 为了控制住体重 所以他没有办法在你认为 适量的情况下就停下来 所以后来呢就跑出了很多的 这个下肢的伤害 当然呢这个这个问题呢 也在于说当时啊 年轻气盛啊 自己又不是什么跑步专家 所以呢这个姿势啊 还有这个跑法啊的都很不专业 就目的就是把体重降下来 当时是为了参加这个 武术三打比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当时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脚底会痛啦 膝盖会酸啦 或者脚踝会不舒服啦 而且呢在这个运动场上面的表现呢 也并没有很好 一方面当然急速减重 那另外一方面呢 大量的慢跑 长距离耐力 其实对于你的爆发力发挥 是会抑制的 那这个呢在文献上面 已经大量的被证实了 长距离的耐力呢 它会让这个 它主要运动到的是这个慢缩肌纤维 那快缩肌纤维在这过程当中 会模拟慢缩肌纤维的运动方式 那逐渐的呢 你的瞬间发力的能力 就会逐渐降低 而且呢 因为大量分解型的训练 所以说你也很容易流失 流失肌纤维 那在这过程当然呢 你流失脂肪 流失肌纤维 刚好是控制体重的人 最想要的 那不过呢 降低了这个肌肉的质量之后呢 运动表现其实也是退股的 那在当时呢 其实就是只好在这个量级 和最佳表现之间呢 做出这个很痛苦的抉择 现在有很多的人呢 他认为说 跑步增强了他的腿力 那其实呢 这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可能 它是增强你的耐力的同时 反而降低了你的腿力 因为我们知道腿部的最大肌力 跟腿可以用轻负荷 但是从事高反复 长距离的这种耐力 是不一样的能力 所以说呢 不见得说你一直跑 你的腿力就变强 可能其实是降低的 如果你就既要最大肌力 又想要很有耐力的话 那你的课表安排呢 就必须要很有技巧了 那首先呢是 你必须要约束一部分的跑量 然后呢 要花一点时间做肌力训练 再来就是尽量 不要让一次性的长距离 跟你最重的肌力训练 摆在太接近的时间 以免呢 产生所谓的训练不相容性 虽然科学上呢 对于训练不相容性 争执不休一直到现在 不过在实物具体上面来说呢 尽量不要把长距离耐力 跟最大肌力排同一天 如果非排在同一天的话 中间最好有五六个小时的 这个间隔 例如说早上压完重量呢 下午傍晚或晚上再来跑步 这个影响可能会比较小一点 耐力本身不会被肌力训练给拖累 反而会进步 但是最大肌力的训练会被耐力给限制 尤其是爆发力限制的情形 非常非常明显 我们如果要让一位很有弹跳力的运动员 变得很没有弹跳力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我们假设 他很会弹跳 他跳得很高 他跑得很快 我们想要让他慢下来的话 很简单 我们让他停练他所练的东西 然后呢 让他做一阵子的长距离耐力训练 每天八公里十公里的跑 接着呢 不用太久 大概呢 这个一两个礼拜 半个月 一个月 再回来 我们会发现他的爆发力 退步的非常明显 那这就是这个耐力训练的事情 总结一下 长距离耐力训练 是一个了不起的运动表现 是一个很厉害的能力 如果说 人人都有办法 轻易的获得这样的 这个心肺的 这个功能的这个效益 以及这种长时间的耐力 其实呢 我会推荐人人都去做 问题就是 他不是一个轻易获得的东西 你要有一些先决条件 肌力要够 才能够承受大量的跑 大量的跑 才能够提升这个心肺耐力 如果说 你想要避开他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并不享受 这个长跑的过程 但是你还是仍然想要有 心肺训练的效果的话 那可以试着考虑 间歇式的训练 间歇式的训练 间歇式的训练的内容 有一点复杂 这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谈到 这也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